新饼的制作全过程给老铁们更新一下 案板上咱们抹了油酥 这是八两的面 然后咱们从中间拉开 拉长之后擀面杖从中间下 上擀下擀把它擀成薄片 然后抹上油酥 油酥呢就是油和面 没有放其他的东西 凉油和生面 一两的色拉油 一两的白面 按照视频当中的手法把它折成扇形 然后搓一搓防止它开 然后翻过来翻一个面 然后给它拉长 按照下面的教程 咱们把面和好 这是八两的剂子 然后给它卷起 可以像燕子视频当中的手法去捡 还可以把它做在面板上去卷 到头这的时候 咱们饼多大拍多大 把面剂子做上去 这样做好形的剂子呢 咱们最好醒十分钟以上 再去擀饼 要不然它回缩 把形好的剂子咱们按扁 最好拿大擀面杖去擀啊 因为燕子家的大擀面杖都是弯的了 擀剂子的时候一定要擀到头 不要留后边 擀面杖每擀一次 都是上擀下擀左擀右擀 都是擀到头 不要留硬边啊 就这样反反复复把它擀成圆形 锅多大咱们饼多大 咱们的锅呢是57厘米的直径 所以你擀饼的时候啊 尽量给它擀到 锅那么大 一定要注意保厚度均匀 拿大擀面杖 咱们把饼啊给它卷起来 这样是可以好 方便下锅 撑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撑它 卷饼的时候千万不要撑 越撑越大你就下不了锅了 锅温是200 锅内是没有油的 咱们下饼的同时 可能不能一下子下到边缘 所以一个手拿擀面杖 另一个手往上推 把面推上去 这个速度呢 决定咱们饼的软硬 扣锅计时10秒钟 咱们上盖是没有开的啊 咱们只开了下温 锅温到了之后 10秒钟到了之后 咱们带一刷子油 要带满 表面给它刷一层油 然后拿夹子给它翻面 拿夹子翻面的时候呢 可以两个夹子夹上侧啊 然后也可以一个夹子 像燕子视频当中的手法那样 去做啊 比较方便 更省劲 然后翻过来之后呢 咱们再抹一层色拉油 这会少带一点点就行 不要太油腻 教程这么详细 别忘了双击收藏啊 刷完油之后 咱们再扣锅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的锅温升温慢 你可以计时20秒钟 如果升温快 咱们15秒钟就可以了 这样饼就熟了 然后咱们再用两个夹子 给它翻过来 翻面 然后去打饼 打饼的原因 是为了让它松散起来 让它层次起来 夹子要对住 不要打开了啊 然后从上到下打 教程就在视频的下方 咱们可以试着做一下 还是看视频当中的手法 给它摞起来 出锅 这个饼就好了 你看看这个饼 有没有食欲 小层次特别好 还软 老铁们可以试着做一下吧 别忘了你的小红心